《創庫激發點》 歡迎收看《創庫激發點》 和大家討論的消息 澳洲會計師公會發表了2012年亞太區小型企業調查 顯示有40%的受訪者預料明年公司的業務不會出現正增長 這個調查也反映了小型企業的經營信心 跌至環球金融危機時的水平 另外昆仑能源今天正式成為恆生指數第50隻成份股 今天收報跌了1.58% 昆仑能源佔恆子成份的比重是0.72% 今日的跌幅可能是因為星期五的時候 它有些高收過 可能今日就有些回途 另外中海油獲加拿大批准扣入尼克森 今日的收市股價升了1% 另外匯控被評級機構惠魚調低它的信貸評級 今天它仍然站在79.4毫半這個位置 升了0.25% 亦都看看 國家統計局就公佈了一些經濟的數據 內地11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就升了2% 就比預期低的 而當中的食品價格就升了3% 另外11月份的工業增加值比上個月就升了10.1% 就是去回兩位數字 另外零售就升了14.9% 看看 今日內地股市都是做好的 上證也是見過一個月的高位 而亞太股市就個別發展 看看港股的表現 港股是收報22,276點 升了85點 總成交是625億 升幅有近百分之0.4% 一起請來大和香港權政的Abbie 和我們分析後市 歡迎你Abbie 你好Fiona 今天看到恆子高開過 也見過今年的高位 未來的走勢會怎樣 恆子已經是連續第三天見到今年的高位 16個月以來的高位 不過之後升幅似乎收窄了一些 不能夠一口氣又是衝回到技術阻力位 22,400點水平 不過你見到其實整體來說 港股的市底是偏向強一點 金本局今天又再向市場注資 這個熱錢繼續流入 對於股市就算沒有實質作用 這個不知道 但氣氛來說整體的確是好了 是 注資了38億多 對 所以今天來說 在這三天的變動不算十分大的時候 你可以視為是一個在高位整固的格局 如果看著恆子 22,000點流上 繼續覺得是一個大漲小回的格局 而且A股的股值仍然屬於偏低 港股這一邊也是 所以當整體資金市的時候 大漲小回的格局是會繼續 還有22,000點流上 每逢調整都可以想一想 就是作為它吸納 現階段就不要打算開淡倉 因為這是逆住市的勢來行的策略 近日的倫牆的資金流又如何 如果看回的話 上星期五 市臨後收市的時候 都要偏遠倒跌 整體來說 倫牆的資金流比較靜一點 因為始終可能是星期五的時候 所以都不傾向在周末 要坐整個周末過夜 整體整條街 整體整條街 是留走了1,630萬的錢 另外 正流入了180萬的金額 非常小 單頭項目方面 哪些的倫牆 正流出了資金金額最大呢 就是223 A50的倫牆 在上星期五來說 單日的倫牆 正流出了超過2,800萬的錢 因為始終可能A股 即A50的倫牆 一向都比較多些街貨 這些投資者都已經持有了一段時間 趁著A50的股價 有一個明顯的反彈的時候 就傾向早些去沽貨 即是吃了一陣糊 可能之後再作打算 其次兩隻內銀 Colon都比較多些資金正流出 工行 Colon的正流出是760萬的錢 第三 就是建行的Colon 正流出了630萬的錢 相反地 哪些Colon較為多些投資者 是坐了weekend過夜的 就是中移動的Colon 正流入了900萬的錢 不算十分之多 我們不如看看牛洪正的重貨區 牛洪正的重貨區 如果現在看看 牛洪正的重貨區 在21,200至21,299點 等於期指張數 是接近1,197張 不過如果拆細一點 究竟哪一個牛洪正區域 在上星期五來說 單日增加期指張數最多 就不是最重貨 這一檔21,200 而是最貼價那一檔 牛洪正的收回價 在22,000至22,099點 上星期五 就是增加期指張數 430張的期指 全部都是在那天增加的 即總街貨在那個區域 都是430張期指 最貼價那一檔 即是22,200 那檔 看到遠一點收回價 牛洪正是有些期指走了 有可能是因為 一來賬面上賺了錢的話 證價是大粒了 所以如果你是 退了一隻 遠一點收回價的牛證 而換入一隻 較貼收回價的牛證的話 一來證價可以小粒些 另外槓桿也會高些 另一方面 雄證最重貨區域 在22,400至22,499點 真的和這兩天的高位都很接近 最重貨是699張期指 不過看到 新開倉的雄仔 增加最多期指張數 在22,700至22,799點 單日增加了279張期指 去到492張期指 看到新開倉的雄仔 可能傾向不太貼